年轻人爱玩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 有正确的性观念 还有证券的性行为 避免感染艾滋病毒 以及其他的传染病 而且筛检服务也不分对象 鼓励全民可以一起筛检 若能够及早发育 就可以及早治疗 避免发病的风险 6月27日起 到台湾红丝带基金会 还有红楼布屋 封城布屋 侏罗布屋 皆可以匿名做艾滋检测哦 因为今年的COVID-19的疫情非常严重 所以呢 前100名有正受唾液筛检一盒 任何疾病都一样 早点发现就可以早点治疗 早点治疗就不是绝症啦 而且艾滋病不应该去歧视 因为按时吃药 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的一般生活 也不会受感染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强强 担任今年627 全民艾滋筛检日的代言人 艾滋病不可怕 我要呼吁各界共同防御艾滋 并且提早发现 呼吁各界共同防御艾滋 提高删减率 以降低台湾艾滋的传播速度 因为艾滋病不是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也更不是生殖器一直发炎 就是艾滋病 它是需要透过艾滋筛检 才可以验得出来 年轻人爱玩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 有正确的性观念 还有证券的性行为 避免感染艾滋病毒 以及其他的传染病 而且筛检服务也不分对象 鼓励全民可以一起筛检 若能够及早发育 就可以及早治疗 避免发病的风险 6月27日起 到台湾红丝带基金会 还有红楼布屋 封城布屋 侏罗布屋 皆可以匿名做艾滋检测哦 因为今年的COVID-19的 疫情非常严重 所以呢 前100名 有证受唾液筛检一盒 任何疾病都一样 早点发现就可以早点治疗 早点治疗就不是绝症啦 而且艾滋病不应该去歧视 因为按时吃药 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的一般生活 也不会受感染哦 了解正确的知识不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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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所以说三次 大家请到台湾红丝带基金会 官网上面可以做任何相关的查询 还有资讯服务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